嗨! 证教论坛啦 那这一集呢 就想讲 苦难这个系列 我想开始 因为有网友 可能... 传一个PM来问我苦难的问题 因为他做基督徒 不知怎么认 对于苦难这个问题 其实最出名的圣经就是 可能约伯记的故事 不知你们有没有读过约伯记 约伯记的故事是讲 有个好人叫约伯 那么呢 就...上帝呢 就...遇到 撒旦即是魔鬼呢 那他们就... 撒旦就说这个好人呢 其实...没有了上帝的祝福 他就会立即变成一个坏人 即是一个仆街 那...英文...如果英文 就叫Shole啦 如果你...他现在 要偎善而已嘛 他有钱他就是一个好人 他没有钱 他就立即变成一个仆街的啦 是吧 呃... 人性是这样的的 的确实是... 呃... 这个社会你见到表面好的人里面 他遇到... 一些... 逆境的时候 或者他没有钱 可以装扮自己啦 那他马上就... 在人性里面显示他变成一个... 仆街 自私自利 是不是 呃... 若白呢... 这个人呢... 就... 通过考验的 他... 在... 上帝就融让... 撒旦魔鬼呢 不断打击他 即是我相信撒旦不是亲自打击... 若白的 但是就是... 若白呢... 就被魔鬼打击之下呢... 那些子女死了 那些钱都没了 哈... 甚至有些朋友来去诋毁他 说他你一定是一个仆街 才得到神的报应 那... 真是很惨的喔 即是自己呢... 是很无辜地... 我没做坏事 突然间呢... 就... 天出人和... 跟着有些仆街走过来就说你... 你一定是仆街 所以你才有这样的报应 这样... 呃... 其实... 圣经是在说很多这样的人 即是他... 他... 老屈别人是仆街嘛 落井下石嘛 呃... 我想... 其实比我想起最近有个case啦 那就是... 陈柏洋的case啦 他在昨天... 即是我现在录的日子是... 10月7号啦 那昨天10月6号 他就... 他是一个二血公民成员啦 就判了一个很重的刑期 重到呢... 他就... 要... 坐牢... 坐9个月 那... 那... 有些人就说... 嘿... 他这些呢... 就是共产党捧啊... 陈柏洋啦... 那... 那... 但是... 暂时我看不到证据共产党捧他 啊... 陈柏洋当然不可以叫他做一个好人啦 那... 他虽然... 他起码是... 错误地... 跟随了一些坏的人 我觉得黄洋达很坏 他崇拜一些坏的人 令到... 他不算完全无辜 但是基本上我看不到他参与... 年初一的... 我叫暴动啦... 他是有任何的利益的... 就是我看不到啦... 那... 反过来... 啊... 梁天琦啊... 黄台洋这些真的有利益的嘛... 起码... 29万奥迪啊... 是不是啊... 起码... 梁天琦... 是住2万4元康南居啊... 那肖若洋... 为什么你不说啊... 常常说同情他... 陈柏洋... 我看不到他有这些利益... 呃... 我只是见到他是一个... 二血公民的主持... 他扔下水樽... 就判一个这么重的刑期... 呃... 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受害者... 我...事实上... 我就不想落井下石... 因为... 他一个... 没有利益... 只是错信了... 黄洋达这个陷家产... 黄洋达这个陷家产呢... 他是... 在那一晚... 写了要让砖头飞的... 我本《反红小册》只是有个剪图的... 为什么黄洋达会没事的... 到现在... 还没抓他啊... 帕洋... 不是黄洋达... 不是梁天琦... 不是黄洋达... 我没见到他有利益嘛... 黄洋达... 周围环游世界... 去完台湾... 又去... 又去加拿大... 五年去... 六、七次旅行... 旅游抗公啊... 那但是... 在《圣经》去讲来讲... 讲... 约八个案件... 我只是... 呃... 我又见到... 我们很多人都会追究说... 喂... 黄洋达去了哪里啊... 黄洋达去了哪里啊... 你... 你的成员... 心可策... 他在那里... 就是... 其实... 那些人问他... 你为什么要离开他啊... 你怎么可以让陈柏洋自己自变... 变到一坨屎子之后... 判九个月啊... 你二血公民... 不是应该你筹到一百万... 去搞狗仔举... 你搞狗仔举... 你不如给钱给柏洋去... 去打官司啦... 是不是啊... 但是那些钱呢... 就黄洋达存着... 也黄洋达更加有钱... 可以去旅行玩啊... 那些人问黄洋达去了哪里... 是不是很合理啊... 但是呢... 有个人呢... 是二血公民... 的支持者... 阿陈道啊... 是一个传道人啦... 那我们都在这个节目... 都三分四次骂他... 那我现在给图你看... 那图说什么呢... 他就说... 不要说黄洋达去了哪里... 是说刘小丽去了哪里... 那就重复写了四五次... 就... 写来写去都是写了你的立法会议员... 他们是你们选的议员... 有事去找他们罢... 黄洋达... 你们用选票赶走了他... 为什么还要迷戀他呢... 迷你这个死人头嘛... 是陈柏洋迷戀黄洋嘛... 我试过在九龙东撞过的陈柏洋啊... 我相信他可能住九龙东啦... 那就是他... 很大机会在九龙东投票给黄洋达的啦... 就算黄洋达不赢啦... 那个陈柏洋... 是黄洋达的组织的成员来的嘛... 那些人问黄洋达... 为什么不可以... 有难同当而已... 以一个黑社会的角度... 因为黄洋达都自认自己是帮会啦... 在黑社会的角度... 有难同当很合理的... 但现在有福不能够同享嘛... 你自己去脱了旅游嘛... 那但是... 陈柏洋这个人呢... 就在帮黄洋达推卸责任... 那我有一段经文呢... 就用约伯伎想回应他啦... 那大家看一看这段经文啦... 约伯伎的三十一章... 约伯伎就说啦... 三十一章的三十三节... 我若着阿当... 遮掩我的罪过... 将罪孽藏在华中... 因恐惧大众... 又因宗族藐视... 使我惊恐... 以致... 闭口无言... 度绝不出... 为愿有一位肯定我的... 愿那敌我者... 所写的状词在我里面... 我必带在见上... 又绑在头上... 为冠冕... 读着这么多个啦... 约伯伯就说呢... 我不会... 有罪呢... 就去推卸的... 我就会... 停起空堂去认... 我就觉得我有东西不值... 也会停起空堂... 和权威... 其实是指向上帝啦... 和权威讲的... 如果我骂错你黄洋达... 你就立刻站出来咯... 顶天立地咯... 不用管这些什么... 契弟陈道这些... 什么全部人... 去那帮黄洋达... 推卸责任呢... 好像阿当那样... 推染罪恶... 阿当是怎样的... 创世记三章... 你读一读啦... 阿当就说... 上帝问他... 为什么你吃了那棵树的感觉啊... 阿当就说... 你给我的女人咯... 赖老婆咯... 对吧... 是呀... 黄洋达就是这样的人... 常常想做一些仆佳事呢... 就赖到老婆那里... 或者叫老婆那里... 接着那些人骂呢... 或者黄毓民去骂的时候呢... 又骂到老婆那里... 是吧... 叫陈秀慧去做... 接着那些人骂就骂陈秀慧... 实际上... 黄洋达就躲在背后... 做男人有私承担... 行不行啊... 现在这次医和啦... 你两个一起去了加拿大... 接着有一个这样的陈道的人... 帮他去射博... 陈柏洋... 他面对一个苦难... 面对一个诉讼... 他... 我相信他是一个... 30岁啦... 他是一个颇为责男的人... 就是可能... 见到黄洋达出了去暴动呢... 他就在九龙东坐的士去... 旺角... 跟着气氛做些... 愚蠢的事... 那谁写一样砖头飞啊... 谁煽动黄... 啊... 陈柏洋啊... 谁躲起来啊... 不敢面对公众的质疑啊... 是黄洋达... 谁替黄洋达掩饰啊... 是陈道... 我...我的感觉就是... 陈道这种人... 麻烦你读一下圣经啦... 如果你不懂圣经的... 你... 不如你去找个份工做... 不要开教会啦... 你做教会做个基督徒... 麻烦... 你做一个是其是非其非的基督徒... 黄洋达... 他煽动了陈柏洋... 不是他扔砖... 陈柏洋不敢扔砖... 扔了水瓶... 他听到... 扔砖头飞... 的那句话... 他的回应... 是... 是... 是扔... 扔水瓶飞... 不要紧... 但是... 扔水瓶这件事... 仍然令到他坐9个月嘛... 是黄洋达煽动他的嘛... 他不是见到黄洋达出来... 他崇拜黄洋达出来... 他不会去那里的嘛... 但现在... 陈柏洋达了... 黄洋达一早知道他会... 将会判了... 那他走了... 那黄洋达是什么人... 是什么人来的... 我又想说粗口... 不好意思... 你说起这件事... 嘖... 我... 我只是觉得... 很... 很... 很荒谬... 我觉得太荒谬... 嗯... 好啦... 那... 希望... 各位教友... 如果你... 真是认着陈道这种人啦... 他搞的... 那不是基督教... 是包装了的... 那是黄洋达教... 其实... 一个... 应该... 崇拜耶稣基督的教会... 变成崇拜黄洋达... 那... 这个就是... 邪教... 是异端... 我希望大家真是尽力... 全力一起去打击... 善乐堂啦... 打击... 这个... 陈道那间教会啦... 林国璋... 他要人崇拜黄洋达... 陈道要人崇拜黄洋达... 我希望不要有第三间教会啦... 希望我在崇基那个老师... 不要成为我将来要打击的对象... 但是我觉得... 这两间教会... 不再属于耶稣基督啦... 因为他见到黄洋达... 去播色情片的时候... 不敢骂... 还有啊... 那个敲天堕啊... 这些人... 都是... 不敢去正直... 去... 是其是非其非... 他们的教会... 不再属于耶稣基督... 好是这么多...